整身的过程 就如同自然界的一切现象 有起有灭 有生有死 可是虽然人们都知道 死亡是自然的现象 但对生命如何消解 死后又该往哪里去 总有诸多疑问 在惶惶未知中 不免就加深了对死亡的恐惧 认清死亡的过程 及生前死后的情形 确实能帮助我们 克服死亡的恐惧 而能庄严 且安详地面对死亡 人生的最后一件大事 圣言法师主讲 主位菩萨 阿弥陀佛 今天我要讲 他方的佛国净土 也就是说 我们在灵命中时 会到哪去 命中之后 我们到哪去 我们如果是在这一辈子之中 没有修成功解脱道 也就是说 解脱道没有修成 菩萨道也没有修好 大概都是修的人天法 做的好事呢 都是有企图的心呢 以希望啊 求到果报的心啊 而来修的 那这个就是有肉的心 修的有肉的善法 有肉的心修有肉的善法呢 你没得解脱 那这个时候到灵命中时 就要以悲愿心 以你的愿心呢 来决定你的往生 如果你不发愿心的话 你就是随意而去往生了 我们往生的时候 凡夫呢 一般的凡夫啊 没有修佛的人 是随意 随重 随意 随重 重啊 是重意 如果你是修行的人呢 是随愿 随愿 也就是说 你知道啊 要发愿 愿 生佛国净土 愿生哪个佛国净土 这是你自己要发愿的 净土在我们呢 释迦牟尼佛 介绍的是相当多 但是其中呢 介绍的 最多的是 阿弥陀佛的 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 另外 另外也介绍的 比较多的呢 是啊 都说天的 米勒净土 就是当来下生 米勒尊佛 就在都说内愿 那是 你发了愿以后呢 你可以生到 当来下生米勒尊佛的净土里面去 然后米勒尊佛 到我们人间来成佛的时候呢 你也会来 那就是在龙花树下的三会说法啊 你就能够啊 参与啊 你也能够啊 参与罗汉果 或者是呢 你是一位大菩萨 那这个呢 在佛经里面介绍的最多的是 阿弥陀佛的米勒净土 这有那么多种经典 是介绍米勒净土的 因此呢 在我们这个世界大神的佛法 藏传的佛教 汉传的佛教 多重视米勒净土的修行法 那我们呢 中国这少数的道场 少数的古来大德呢 修米勒净土的 像西子的米勒内院的词衡法师 他老人家修的是米勒净土 太区大师也是修的米勒净土 那今天呢在台湾 就是黄英联社的陈一长老 也是修的米勒净土 那我们呢 实在修的是米勒净土 不管是哪一种净土 你一定要以怨心才能往生的 你不发怨 你往生不了的 那就是佛教徒就可以随愿往生 如果你没有修行 你也不信佛教 就是随什么 随意往生 随意往生 意里边呢 有重意 有轻意 你是随重意而往生的 你的重意 是天上的一种 你就生天了 地狱的一种 你就是生地狱了 还有一样 告诉主位 非常非常重要的 另外一种 叫做随念往生 这是更重要的 因为 这个跟随意 愿往生有关系 我们呢 修佛的人呢 已经知道 要法院了 还没有往生 以前我们已经在法院 在灵命中时 愿生西方净土中 九瓶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 勿无声 不退菩萨为伴侣 这个是法的愿 对不对 法愿回向 是这样子的 那就随愿往生了 可是 如果你平常的法愿 并不肯齐 你法愿并没有形成习惯 你到灵命中时的时候 你就忘掉了 灵命中时 连念佛的时间 念佛的机会都没有 这个时候 是随念往生了 佛教徒的话 可能也是变成随念往生 你的法愿 法得不够肯齐 法愿呢 也没有发生习惯 你只有在打福气的时候 你只要参加 在共同修行的时候 只能跟着大家唱啊 念啊 你心里边没有 晓得什么叫做法愿 你只是人家唱 你也跟着唱 这个有用吗 有用 种善根 但是灵命中时的时候 这个愿力跟你不相应 你这个时候就是谁念 这个时候的念是什么念呢 你是一种贪念的话 你看到哪里去 如果嗔恨念头 你说到哪里去 我告诉你 如果非常强烈的 贪念头 你是生道 第一个出生道 第二个 你们说到哪里 恶鬼道 一个是出生道 一个是恶鬼道 如果是称心很强的人呢 我告诉主委 第一个 可能是出生道 第二个可能是什么道 第一个道 因为称心很强呢 有可能进入地狱道去了 因此在死亡的时候 这个非常重要 在平常重要 死亡的时候 灵命中时非常重要 怎么办呢 第一个 你自己平常要念佛嘛 要法愿嘛 常常保持自己的正念嘛 你的妄念出来 一种邪念 恶念出来 你要怎么样 念什么 念阿弥陀佛 惭愧 忏悔 阿弥陀佛 不断地改善你自己 那你到了 灵命中时的时候 你有称恨念 有一种啊 贪欲念 出现的时候 你也会怎么样 念一句什么 阿弥陀佛 心里头也会念一句阿弥陀佛 我告诉主位 你就是已经 快要到地狱边缘了 或者是已经进了地狱里头 你这个时候还能够念一句佛号 马上你就离开地狱 就是说 那个时候你能够念佛啊 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就怕你那个时候 根本不会念的 恶念出现 邪念出现 你这个时候是不想念佛的 你不知道要念佛的 你知道念佛的问题解决了 念佛就是等于忏悔 只要有忏悔 忏悔 你还能够念佛 你这个是一定啊 没有问题 一定是出山途啊 不会在二道里里去的 因此 我们平常啊 这个功夫非常重要的 现在 我想讲人的死亡 死亡呢 有所谓受众正情的死亡 有的呢 没有受众正情 受众正情的意思 也就是说 活到老了 像我活到我这么老 我躺在床铺上死了 这个叫受众正情 我老了 进了医院里 慢慢还病还病 然后我的尸身呢 已经衰退了 腮弱了 最后叫做衰迹 听到没有 这是说 我的生命力已经衰迹 这个叫做什么 受众正情啊 但是也有的人呢 年纪轻轻就还病了 还有来病也在医院里 也躺上几个月 或者是呢 现在有人还癌症啊 有的人还癌症的 不一定要住医院里 躺在医院里边的 他好好的 所以 没有多久就死掉了 我们看到好多例子啊 还病还病 他是还病 但是还能够到我们农场室来 害什么 就是癌症 已经呢 这个医生说他 很快就要走了 但是他还能够来 来参加我们的归异典礼 请师父给他加持 祝福 归异之后呢 第二天就走了 这种人算不算是受众正情呢 算不算啊 也算啊 他知道的 因为医生跟他讲 你快要走了 那他自己也晓得快要走了 还能够来到我们这里归异 归异以后第二天就走了 那这种人 是有福报的 我跟你们讲啊 有福报 虽然没有到我这么老 但是他往生呢 算不算受众正情 算啊 一般的人讲受众正情的意思 就是一定老了 老到我这么老死 叫做受众正情 不一定的 年轻的人呢 就是说 预期知道要死亡 已经准备死亡 这个就是受众正情 那么像这种人呢 就应该准备着死亡的 准备着死亡呢 就是先要念佛 还有 有些人死亡 不是受众正情 一般的人叫做恨死 也就是意外的 事故的死亡 比如说车祸 还有呢 天灾 有一些就是意外 很快一下子就死了 那这种人 他直接来不及念佛 他也不知道念佛 那是不是还有救 从福法的角度来讲 有没有救 我告诉诸位 有 首先我第一要讲的就是 准备死亡 你晓得要死亡 平常就应该准备的 如果你平常没有准备 突然间死亡了 你的亲戚 你的眷属 应该要为你做服事 应该要为你做超度 应该呢 要为你做布施 还有呢 虽然你没有修行过 可能你的家属也没有修行过 可是呢 由于家里边的人 过世了 这个时候 真好有机会 家属啊 要开始修行啊 开始念佛啊 比如说我们法古山的菩萨们 也有一些亲戚啊 朋友啊 他们并没有修佛 可是呢 他们家里的人过世了 我们要不要帮他们的忙啊 要 我们就介绍 我们的祝念团去了 假如你旁边没有祝念团 你一个人 你要不要去 要不要去啊 他家里的人如果能够接受你 你最好先来吸住他们 安抚他们 如何来处理这样的后事 因为家里的人有了往生呢 或者是突然往生呢 他是手忙脚乱的 他们不知道怎么办 这个时候你出现了 你来很亲戚的 很友善的 来安慰他们 来告诉他们怎么办 然后呢 你说 你们要不要念佛 我是信仰佛教的 我念佛对他是有用的 念佛以后呢 他心里会平安 如果你们跟着我一起念的话呢 你们的心里平安就能够影响到这个王者啊 也会平安 平安的过世 我们叫做安息 就是让他平平安安的往生呢 现在我要告诉周围 往生的过程 就往生以后呢 这个往生的人还知道不知道 我现在先讲啊 一个受众真情的人 就是说自然死亡 或者是害病死亡 或者是意外的事件呢 死亡的时候并不是一死就死的 而是呢 受了伤害 他已经很重伤 虽然还有一点绳子 结果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 就没有绳子了 不感觉了 那这个呢 我来告诉周围 当死亡的时候 就是四大五蕴 借鉴地漸漸地 就离山 请问周围四大是什么 身体里边的什么 地 水 火 风 首先是地大 离山 然后是水大 离山 然后是火大 离山 最后是风大 离山 当地大 离山的时候啊 是最后一口气啊 快要断了 这个身体 不停使唤了 身体 已经在 进入僵硬 或者是呢 痛 痛到极点了 已经呢 在最后 连痛的感觉没有了 这个时候 这个附近里面 形容啊 好像是 生龟 吐壳 乌龟壳 生龟 也就是 一直糊糊的龟 把它的壳 拔下来 这比拔皮啊 还要痛苦上 几十倍 几百倍 痛完了以后啊 身体就觉得 相当相当相当的重 重到 就好像是啊 千千万万的石头 压在你身上 好像是个 一座山 把你压住了一样 这个时候 非常的重 当我的师父啊 往生之前啊 他就开始感觉到 他说 我的身体好重啊 他去洗澡啊 洗完澡以后 他说身体好重 他就告诉他的师者 他说 我的身体现在好重 但是他还是上楼了 上楼 就坐在那边 压子就往生了 这个时候 他就讲得出来 身体已经开始重 这个时候 开始重的原因呢 是什么 地大 要离山 这个时候 我们叫做 摄问 摄向形式 那个摄问的功能呢 渐渐地消失 渐渐地消失 然后第二个叫什么 水大 水大离山的时候啊 可可 非常的 可 一般 要叫脱水 其实 也就是身体里边的水分 开始凝固 血液啊 已经不流通了 血液 在凝固 就阻塞了 这个时候 他就觉得 身上啊 很 很磕 这个时候 能不能喝水啊 硬要死了 怎么能喝水 喝不到水的 水大 离山的时候 磕的感觉是 非常非常的强的 这个时候 嘴唇 就会发黑了 脸色会转变 脸色可能就转轻了 一般的人 就是这样子 因为血液凝固了 慢慢地凝固啊 它就是这个样子啊 这个时候呢 受问的感觉是非常强啊 咳 就是口咳 还有身体的重 这感觉 它还是在 下边呢 是什么大 火大 当时火大离山的时候啊 身上 就像进入火山口 那个样 进入火山口 首先是热 热了以后 一下子就变成什么 冷 火大 最后是集中在我们的头部 身体的热量啊 仍然到头部 然后 就身体就是 冷 非常非常的冷啊 身上已经没有火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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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最后就是风大 风大的离山 这火大的离山的时候 受响响韵 也跟着慢慢的消瘦 头脑的思想 记忆的这个时候 渐渐模糊 不知道了 到风大离山的时候 微息的一点点的呼吸 渐渐就没有了 这个呼吸 临终的时候 我告诉周围 我们平常的呼吸 出息 入息 应该是均等的 到这个风大离开的时候 还没有离开以前 你渐渐渐渐的 进的气 这吸气 又吸 又没有气息 要吸不进去了 怎么样吸 吸不进去了 但是呢 里面的气 就是出来 里面的气 就是出来 吸气 没有力量吸了 告诉你 有点像什么 一只皮球 或者是那种 那气质的轮胎吧 轮胎上 出了一个洞 上面 压了千斤的石头 请问呢 这个轮胎里面的气 能进去吗 气只有出来的 没有进去的 所以这个时候 很渴望的 我要吸气 没有气 我要吸气 没有气 到最后 最后一点点的气 全部没有了 这个叫做断气 这个时候就死亡了 断气 就是你的风大离山了 风大离山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的身体 有执着还在的 身体是我的 这执着还在 但是呢 已经不能动它了 在这段时间 你只能够执着 头脑里头 已经是没有东西的 头脑里边呢 一片混沌 因为记忆力 已经没有了 这个头脑的记忆 没有了 我们的想问 没有了 只剩下最后的 试问 认识的试问 试问是一个 糊涂的存在 很糊涂 非常糊涂的存在 这个叫做死亡的 一个过程 有人死亡 这样子死了 我现在问你们 这个是很重要的 是什么 很重要的 一个是 你死亡以前的 你的真念分明 很重要 虽然呢 那么多痛苦 当地大 离开的时候 什么感觉啊 重 当水大离开的时候 什么感觉啊 渴 当火大离开的时候 是什么啊 热还有什么 冷 然后呢 最后 风大离开的时候 是什么感觉啊 呼吸 没办法呼吸了 这个时候 就是要宣告死亡 因为没有氧气了 脑细胞 也死亡了 这个时候 没有记忆的 什么也没有 这个时候 就是靠着 你的一个 灵命中心的 一个念力 或者是愿力 这个两种力量 如果你在死的 这个过程之中啊 你保持着 照见 无韵 皆空 你老是觉得 无韵的身体是空的 他是怎么感觉 不管他 怎么感觉 不管他 反正要死了 死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知道 师父常常讲 面对他 接受他 处理他 放下他 这个到临死的时候 要用这种态度 这是智慧 这就是波勒的智慧 你自己就是这样子 你不要紧张 不要恐慌 不要舍不得 舍不得儿子啊 女儿啊 舍不得钞票啊 股票啊 舍不得房子啊 财产啊 又舍不得儿媳妇啊 舍不得孙子啊 你舍不得那么多的话 你也舍不得身体啊 死的时候 他说不甘心啊 我不甘愿啊 我这么着就死了 虽然到了九十岁 有人要活到一百岁了 那我为什么不能活到一百岁啊 不甘愿啊 我不想死啊 我想活多活一点啊 有这种念头 你正念提不起 就是灵敏忠师的正念提不起 还有呢 你的怨心啊 往生西方的这个念头就没有 请问 这个时候你会到哪里去 随什么 随业 随意之中的什么 随重 随意随重 也可能呢 随念 你那个时候 你舍不得了 或者是呢 正好 你要灵敏忠实 你的几个儿子 在那边吵 吵着说 这块天是我的 这部分你的 这个不公平 我照顾 爸爸照顾的时间久 为什么你拿的这么多 我拿的这么少 有很多儿孙啊 当他的父母过世的时候啊 他不处理他的后世 先处理他的遗产 先处理遗产 那这个 灵敏忠实的人 听了以后 舒服不舒服啊 舒服不舒服啊 都不舒服啊 所以你们 还没有死以前 你们先要对儿孙 交代一下 我死了之后 请你们不要 先放我的财产 还有呢 这个儿孙啊 一把眼里 一把鼻涕地 抓住他 不放啊 不准走啊 甚至于 在打着棺材啊 你怎么死得这么早啊 你怎么 舍得我 你跑掉了 有这样子的人吗 有 那 对于那个王者 好不好啊 不好啊 现在我想往下讲 人死完之后啊 这个死的过程是这样啊 死完之后呢 进入中阴生的受生阶段 受中阴生的阶段了 死亡过程就说了啊 然后很快地就成为啊 中阴生的阶段出现了 中阴生听过没有 就是受中阴生 就是死亡以后受中阴生 一旦受中阴生的时候啊 这个时候非常重要 以西藏的做法呢 人死亡之后 有一篇空白的过程 这个空白的过程之中啊 就看你自己 以及你的亲友 对你的影响力 或者是呢 有一位有修行的法师 对这个王者说法 在弥留的状态 要说法的 说法的时候啊 这个说法的人 不论你是居士 或者是法师啊 你的心 是非常清净的 而且非常专心的 这个时候 你对王者说的法 这个心的力量就能够感动它 能够感应它 还有家属们 这个时候 如果也能够念佛 也能够打坐 以你的心的力量 能够影响这个 灵敏忠实的人 的心力 这个时候 灵敏忠实这个人的心 就是在 慈悲的 柔和的 温馨的 一种 有希望的状态 在这个状态的 死亡啊 走到中阴生去 是不会坏的 一定会好的 甚至于 如果马上就去 转身的话 也会转着 闪道 或者是到了 复古净土 他根本不经过中阴生 一下子就到了 复古净土去了 如果他本身 在生前有修行 再加上 我们给他 说法 给他祝念 用我们自己的心力 来给他帮助 那他这个是 非常有用的 相反的 我刚才讲 就是 他还没有 舍就在炒 炒遗产了 像要分 分遗产了 争制了 还要为了 后世的处理 怎么处理 再争了 争什么呢 比如说 我行道教的 我行基督教的 老大说 听我的 我是老大 老二说 他住在我家里死的 应该听我的 老三说 父亲母亲拜佛的 听我的 请问 这个时候怎么样 对于这个王者 好不好 非常的不好 因为 倦瑟的心 是一种愤恨心 一种愤怒的心 大家都争 这样子的话 对那个王者 是非常不好 所以你们 有儿孙 先要交代 你们的儿孙 我死的时候 用什么意思 要请我的脸友 一起来替我祝孽 请你们不要吵 说我自己 信的是什么 你不要 我死的时候 我也不能讲话了 我本来平常是 念阿弥陀佛 信佛的 你结果叫个摩斯 来替我受洗 到灵明中的时候 我也不能说 我不受洗 结果你替我受了洗 这个非常糟糕 你这个讲话 也讲不出来了 这个时候 正是急 急的 我不要 你这也讲不出来 那这个时候 你说 这转身转哪里去 这是随念 你不能随愿 就是随念往生 所以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然后接下来的就是 我们叫做 中阴身的受洗阶段 进入中阴身的时候 一下子 自己就很清楚了 这个时候 不是靠着脑细胞的记忆力 而是靠着 自己从前一生 就是在生前 生前的所有的东西 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这个是叫做感应神通 它已经不是用的脑细胞 在生前是脑细胞 死后不是脑细胞 是一种中阴身的感应 自然而然 它是非常的敏感的 我现在告诉主位 它的敏感度 要超过我们人的去备 我们人听懂的话 往往听得很模糊糊糊 不是很清楚 可是中阴身呢 他听话的时候 是非常清楚 但是呢 他是听的是什么话 他不一定要听 某一种语言 他是读你的心 是一种心力的感应 你讲的什么话 那个中阴身 完全听得清楚 完全听懂 所以这个时候 你来说法 你来念佛 有没有用 有用 多半呢 人死了以后啊 他还是执着他的遗体 执着他的遗体 所以我们呢 读念的时候 最好还是在遗体的附近呢 给他读念 修观想 打坐 你就在他的遗体的前面 遗体的附近啊 是最好的 这现在医院里边呢 往生以后 马上就把他送走了 送到太平间去啊 送到停尸间去了 然后把他病动起来 把他冷藏了就是 但是我们不能够跑到他 那个冷藏库里边 去替他念佛啊 所以就有另外一种方法 就用他的照片 或者是写几个字 写他的名字 用照片也好 他的名字也好 那就到那个遗体附近去 或者是不到遗体附近 你就在那用心呢 就请他来 因为我刚才讲的 中阴生的敏感度 几倍啊 七倍 所以只要我们的心里想到 某某人呢 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 替你住念了 因此 如果在你家里边 设一个灵堂 在你家里边住念 那个遗体 还在殷仪馆 或者是在医院 太平间 那还是有用 那个时候就是 要给他住念 住念多久呢 第一个 看你诚恳不诚恳 有的人住念的时候 一边住念 一边在胡思乱想 或者是呢 反正没有人住念 就把神言师父念 那个录音带 拿来去 放 你说普通人 录音带没有用 神言师父的 大概会念得好一点 就放录音带 我告诉你 录音带没有什么用处 录音带里头 没有心 所以诸念的 你这个人再笨 再没有修行 还是比我念 那个录音带 有用 一定是人 直接亲自念 在那地方念 这是有心的念 也是有用 比如说我现在啊 我人在这个地方 说法 有很多的 中音声 的灵体 这个灵界的众生 都在听 因为我在用心说 假如不是 我的人在这里 我用的录音带 放的 他们 就不是听 我说话了 而是呢 由于你们在这里 很用心的听 在你的心里面 产生了 一种反应力 虔诚力 一种恭敬心 还有一种信心 这样子的时候 那些灵 你们祖先 冤情在主 他们 懂不懂 懂 就是通过你们的心 而他们得到的意 懂得复发 所以 在 人命中时 要祝念 命中之后 要祝念 我们现在大概是 祝念八个小时 但是 你如果 自己的眷属 人比较多一点的话 分批着 或者临班着 你是孝子贤孙 你就在 那个灵前呢 一直念下去 最好那个 头七里边呢 第一个七 你不能够 日以继夜地念 至少你白天要念了 或者是呢 你自己也要做一些什么零碎的事 这个时候 你就放念佛机的录音带 有没有用 放念佛机的录音带 主要那个念佛机 不是放给那个中音声听 而是放给那个家属听 家属听了以后呢 心里边呢 跟这个符号 有相应 就是隐隐悦悦 如有若无的 跟符号相应 还是有用 所以是呢 你不能够 二十四小时 都是自己在念 至少 你放着录音机 在你的旁边 然后呢 你就会听到 这个符号 能够天天念 念个四十九天 也很好啊 有的人呢 当他的卷说过世了 他念四十九天的佛 或者是呢 每天呢 念一部地藏经 念四十九部地藏经 这也很好啊 或者是呢 做七 七天 头一天呢 你念八个小时 然后呢 头七 你再念八个小时 还有三七四七 也很重要 头七 蛮重要的 三七四七 也很重要 最后那个 每一期多念啊 到最后 四十九天的最后 叫做满期 那个满期啊 就这个中阴生的过程啊 快要急缩了 这个时候 对这一位王者来讲啊 你祝他最后一笔之力 中阴生机缩以后 他就转身 转什么呢 或者是转身人间 或者是转身呢 天上 或者是 他已经随意 随重 转身到 不知道哪里去了 这个时候 你再念经 再超度 有用 不是没有用 但是呢 要比四十九天之内 超度啊 这个功能就小了 他已经转身了吗 这个 只能够说 他转身以后啊 可能在 他另外一生啊 这个福报好一点 身体健康一点 但是呢 就定身的哪一道 他已经不能改变了 他就在哪里了 像我刚才讲的 死亡的过程 死亡的状况 以及死亡前后怎么办 你 清除了以后啊 你还怕什么 要不要怕呢 怕是没有用的 要面对他 接受他 处理他 放下他 我没做过 我没做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